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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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真的被我抓到了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首先我来看一下阵容组成的英雄有 吸血鬼 摩甘纳 埃尔文 露露婷 魔力 山卓 勒布朗 索拉卡 组成 寄败寺 三女巫 四副书 二神域 二秘书 二暗夜 这阵主要是以索拉卡为主C的赌低费卡阵容 在赌索拉卡的同时呢 其实也可以顺便一起赌吸血鬼啊 地山卓 勒布朗等等的 只要进牌顺的话呢一起三就一起三吧 阵容在无人口时基本上就成型的差不多了 对新手来说是个非常友善的阵容 因为真的很简单 重点是玩这个阵还可以享受秒杀对手的快感 咻一下 奇怪对面人呢 还敢全聚我就送你去佳祭 还没办法攻击 完完全就是个防疫大使 出装部分呢索拉卡可以去出 精进之矛 法暴 死帽 蓝buff等等的法强装备 最强的三件套我觉得是精进之矛 然后加上法爆还有无尽啊 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秒杀流 那至于说为什么他可以出暗影的法爆 就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复苏就会回血 所以没差反正他回得来的 吸血鬼的话呢你可以去出 泰坦啊 龙爪 反甲还有号战 等等的防御装备 继续的坦装呢则是可以去分配 给摩甘纳和埃尔文 法强装的部分则是可以去给力山卓啊 或者说勒布朗谁先三星装备就给谁 非常的简单 浅显一斗 这种过度上开场抢的装备 一定就是水滴或者是说魔棒 再来就是大剑 这种过度很简单 第二阶段不升等直接卖血去拿装备 台面上直流体系内的英雄们 像是说细血鬼啊 地山卓啊 索拉卡斯三张牌 拿就对了来几张拿几张抓到宝 勒布朗和摩甘纳 这是你可以先抓一张出来凑女巫的羁绊就可以了 前期竟然还是以纯金记为主啦 3-2的时候你要开始卡着5等 然后卡50块慢慢的去刷牌 那之所以会卡在5等主要就是因为我们 一废卡的角色也要一起刷 所以其实这个阵容是还蛮重视一废卡的角色哦 尤其是这个吸血鬼 所以其实你卡5等刷是会比较好的 等到你的索拉卡三星了 然后再就是吸血鬼还有立山卓还有勒布朗 这算是他们三星的优先顺序啦 如果碰到同行的时候我跟你讲 索拉卡有三星之后就可以存钱去升等了 因为你如果有同行的话 你很难就是一直跟他们去抢牌 然后你可能有一些牌你就没有办法三星 像是我这一场就刚好有遇到同行 所以其实除了索拉卡之外的角色 真的都很难三星 就你不停的刷 然后就会有一直有人卡你的牌 你就会很想哭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 四支三前有把索拉卡升到三星就好了 其余的吸血鬼啊 第三者就是白嫖看看能不能三星 不行的话就算了 那如果有的话是更好了 因为吸血鬼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坦克之一 这也是蛮多人忽略的一个关键的重点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吸血鬼的威力 虽然它是一费卡 但是它可是弹到不行的 当你的前排够弹的时候 你才能让后排的索拉卡 更有一个输出的空间 接着呢在你的索拉卡三星之后 我们就可以升上七等了 在七人口的时候可以补上 埃尔文啊还有Lulu 凑上四副输二秘术的基板 Lulu的技能呢可以将敌方控场吗 对付刺客呢是非常优秀的 重点是他还能够帮友军加攻速 这样子哎有没有搭配我们的金镜之毛 索拉卡就可以更快的放出技能 非常好用 毕竟我们的输出来源主要就是 依靠我们的索拉卡 所以如果他能够更快的发出攻击 甚至是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十次 哎这样是更赚的 千万呢不要低估了Lulu的作用 记得要把它摆在索拉卡的旁边 升上8等之后 你可以选择补上弗利贝拉卡玛或是说提摩 如果有刷到提摩的话 我会选择搭配提摩啦 因为这阵比较怕 续战力强的阵容 什么叫做续战力强的阵容 哎就是有吸血装备啊 然后攻速又快了 像是达瑞文魔道 有没有 还有四游侠啊 然后还有凯尔这样子的阵容 因为他们都会搭配吸血的装备嘛 这时候提摩的进言是可以去降低他们的攻速 他们这个攻速降低之后会非常的明显 他们的血就会很难吸的上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趁胜追击 被刷到提摩的话搭配卡玛也是可以的 这样会有二神域二灵敏的羁绊也是还蛮不错的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今天真的遇到物攻阵的事比较多的话 你就搭配提摩就好了 接着如果说我们是去搭配弗莉贝勒的 主要就是增加一个群体的控制效果 以及他还有一个破盾的效果 很多人会忽略破盾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会有人去玩可能甲克斯 但是真的比较少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用甲克斯 因为甲克斯现在真的被给的太烂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是有遇到就是战场前锋的角色的话 有没有如果他理性很厚一个盾 你就直接跳过去然后跑 他盾就整个都不见了 甚至如果说你在决战圈打法阵的时候 也是可以去上三秘术也是还蛮不错的 后期的配阵相对的蛮灵活的 一切都是依照你自己的决赛圈的阵容去做决则就可以了 好前面呢我就是以打连败的方式下去玩了 尽可能去放钱然后拿正确的装备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反正你慢慢去存你的经济 然后等到就是你有50块的时候再慢慢的刷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赌低费卡的阵容 这样你的经济有稳固 你才比较有机会去赌得到 然后这边遇到了这个同行超恶心 他的那个栗珊佐是三星的 就是有赌成功跟没赌成功的差别 因为他三支三栗珊佐就三星了 然后这边拿了这个大剑 因为我们现在的索拉卡还没有蓝量装 没有蓝量装的索拉卡真的是超级无敌烂的 因为他发招非常的慢 他毕竟还是有70D的魔量嘛 然后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上一个版本就更烂 为什么因为是80的魔量 所以那个放招速度又再更慢了 好这里的话其实我一开始通常是会先给金进之毛了 但是因为我前面跟我的同行一起放写下去 然后我有注意到他想要法爆 所以我才先拿了这个拳套 就是我在拿装备的时候我也会去观察一下 就是跟我一起拿装备的那个人大概会想要什么样的装备 然后我会去就是先拿对面想要的装备这样子 就是去害别人啦 然后这里的话 哦我们索拉卡 因为前面的人 前面的坦克实在是死了太快了 所以我们索拉卡就是变成说 他有一点难去输出 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再刷一下 反正就是卡着五等 然后五十块慢慢去刷牌 不要急不要轰一直卡五十块 然后让你的就是经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子 这里 哦遇到了这一个是玩牙树的 其实我有看到就是现在蛮多人都是就在玩牙树 但是大家的搭配的方法不一样 上一支我在就是读李星的那支影片 其实也有人说哦这个是不是在读牙树 其实我觉得理解是不一样 可以看到这一场呢是有两家在玩牙树 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李星这只角色 因为通常你在玩堵牙树这个阵容的时候 是不会去想到李星这个角色 你只会去想到魔斗凯撒而已 但其实李星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强势角 而且你只要把弹装给他 基本上他可以帮你补很多的伤害 所以强度还是有差的 然后这边来继续刷牌 哦我们的索拉卡差一支了 可不可以 然后这里其实真的有点卡牌 哦我的了索拉卡终于是三星了 登登登登登 发光 不过我们现在还差一个大减嘛 就是要让他有一个无尽 然后他的伤害才会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你的索拉卡三星之后 你就可以升登 然后再去就是看 通常是看说若你的吸血鬼也快三星了 那就会继续赌吸血鬼或是栗三佐 但是因为我的吸血鬼和栗三佐 其实都差的有点多 而且因为有同行 所以我就直接升上六等了 然后这边遇到玩雷纹的人 这一场玩雷纹的人也很多 反正大家现在就是一直堵一直堵就对了 可以 一个神奇逆转 五千亿的伤害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我就先合了坦装 就再合一个坦装然后给前排 刚刚其实我摆的有点不好 因为太紧张了 所以把它摆在一个很不OK的地方 你如果没有牵到索拉卡的线 然后这家又是玩雷纹的 现在真的很多人玩雷纹 然后每个人的搭法不太一样 像这个是玩就是上尸的 那有些人是玩黎明的 有些人是玩征服者的 我觉得各有好处 就是 诶这个是上尸 有没有直接冲过来 然后我们的索拉卡就炸裂了 傻眼视线都有伤害 我觉得上尸来文是还蛮强的 就是中奇啦 中奇他的自载力是还蛮好的 因为他毕竟就是上尸 现在这个羹绊呢 就是真的太强大了 在中奇的话 很难有角色打得赢 然后这边 哦我们的索拉卡一个 放招然后对面就直接掰掰了 超恶心有没有玩起来超爽的 然后他一直在亮我们灯 有事哦 哦没想到遇到一个比我们烂的 因为他是玩游侠的是不是 没补秘书啊 然后这边最想要的就是那个大剑了 哦 这个人竟然拿了一个 暗影的铲制 这边其实说如果你真的 就是拿不到大剑 其实你也可以拿魔棒 就是你拿两个法爆其实也是OK 但我习惯是合格无尽啊 接着就是你要去补个秘术 其实这里是最想要刷到的是埃尔文 基本上七等就是一边在刷埃尔文 然后一边刷摩甘娜让他二星 好这边就是稍微刷了一下 哦摩甘娜终于是肯二星了 然后找一下谁可以上 然后于是我就把这个 哎我们拉克斯先补上去 然后赶快把他装备给他 这就是我们的同行 哦你看我们的索拉卡一喷 哇1200的伤害 哎有这个无尽其实真的差蛮多的哎 这伤害整个有出来哦 喷两下然后对面就全灭了超爽 玩这个真的真的爽感爆表哎 8000多的伤害 然后这里的话稍微再刷一下牌 通常就是有什么的话就是稍微抓一下啦 通常如果说你有这个埃尔文的话就会补埃尔文上去 然后这个人他现在有暗影的自然之力 哎不是你这人口爆炸了吧 你这样食人口哎超恶心然后他还有龙爪 这个人最有些地方是他有龙爪哦在喷 但是他这个有没有这种持续输出型的角色 我们完全打不死超烂的 虽然打了1万2伤害就会一直被他奶奶回来了 这次索拉卡的缺点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他没有降自愈的装备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可能黑书啊或是说日炎啊之类的装备 你会很难就是去打那种持续回血的角色 或者说你就是需要一只提膜 因为提膜可以降攻速很明显的可以有一个巨大的加强 然后这边稍微刷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也都没有控场 控场就只有那个摩甘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刷到这个鲁鲁二星之后 就可以把拉克斯卖掉了 因为重要的是比较重要的还是这个鲁鲁 然后还有埃尔文 然后这个人是玩这个毒牙树的 嘿我们这个索拉卡喷个两下 然后他就死光了 而且他也有自然之力耶 不是现在人到底都怎样了 怎么大家都有自然之力啊 人寿一个 我觉得自然之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像我们现在7等嘛 然后还要再插个 就是56块你才有办法升上8等嘛 所以他就是多了 我们56块钱的那个经济的感觉 如果说你要再更上一层讲的话 8等升9等是需要到80块钱的 所以如果说那个暗影自然之力来讲的话 他其实就是多了我们160块 就可以是这样子一个换算去讲的 甚至有些人9等 你怎么可能升上10人口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我就先拉上去 我的就是这个星朵拉 主要是因为我就是看到有雷纹三星 然后没想到这个人亚树也三星了 所以很多人三配卡都三星了 不过我们竟然打赢了 没想到我们是破阵竟然打赢着 雅树 蛮强的耶 哦 这个熊熊上面拿着一个 女巫转 那这一定是我的啊 天助我也 熊熊然后直接搭一个 女巫转 最好的选择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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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这人 就是分明就是在弄我 他恶心的耶 这一定是我的同行哦 才会拿这个 就是女巫转 不然他刚刚需要一个女巫转 然后我这边精进之哦 就先给了鲁鲁 其实也是可以拿电刀啦 电刀的话就是这样模仿 这样也是OK的 这就是现在 然后电刀稍微被削弱嘛 OK看到我们现在打这个法阵 然后他就是我们的同行 拿我那个女巫转的人 然后他竟然把他的 那个三星第三组给卖掉了 我想他应该是想说 怎么谁都打不赢吧 然后他就换了卡玛 哦 恶心的卡玛 哦 超强的直接把我们给喷死了 我们吸血鬼剩下我们的吸血鬼 然后跟我们的埃尔文吸血鬼 你可以吗 你只有二星 一费卡二星可以吗 结果这个卡玛 一只奶一只奶 狂奶猛奶 结果我们 欸吸血鬼屌西一波 竟然打了三千多的伤害 欸不是他才二星而已耶 这吸血鬼是怎样 开外挂是不是啊 没想到二星的吸血鬼那么强 那三星还得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吸血鬼是个低调强的角色 其实我以前不太养吸血鬼 就是我想说 嗯 汉莫丁格应该比较强 所以我都是换汉莫丁格的 但最后我发现 吸血鬼真的蛮坦的 就是他比 汉莫丁格好太多了 然后这里呢 哦我就把这个提摩给摆上去了 因为我发现这场很多物工 持续行事不出的阵容 好这个人也是有自然之力的 但是 欸他是负责 就是他没有养李星 谁叫你不养李星 哈哈哈哈没看我影片 哈哈 然后这个人 哦 是养凯尔的 就是那个有 暗黑自然之力的人啊 然后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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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不是这个凯尔也太噁心了吧 直接把那个女巫转的 同行给送下去了 哈哈哈哈下去活该 然后这边 哦是来一个反甲 反甲还行啊 因为有亚树嘛 法爆啊那一些的 哦这里 哒哒哒哒哒哒 剪一下钱 然后这边进了这个汉莫丁格 所以我不换 因为我发现 谢谢鬼真的是 比较强一点 所以我看到汉莫丁格 现在都不会再去换他了 然后这边 哦有埃尔文 就让我们埃尔文来秀一下 好 再刷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质量就是要稍微去提升一下 主要是我现在蛮想要再刷一个提摩的 不是提摩啊 鲁鲁啦 因为我想要把他那个金金之毛拆给我的提摩 对 这个人 亚树三星了 而且他有戴娜 有这一颗 就是 这是什么 冰箱 对 所以他这样我们攻速打得有点慢耶 欸不是快要灭咯 手拉卡可不可以 结果我们的摩甘娜一个牵线 然后吸血鬼一个吸 啪 可以吗 好像可以耶 一个多人为殴 准备下去了 打了7000多的输出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吸血鬼真的 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边再刷 稍微刷一下 呃 主要是我不想把提摩 呃 不想要把这个鲁鲁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有金金之毛 然后 如果说少了这个提摩的话 就没有那个 少了这个鲁鲁的话 就没有那个攻速加成了 但我觉得我摆的位置没有到很好 我觉得那个鲁鲁应该要摆在 就是索拉卡旁边 就是摆提摩那个位置 是会更好的 然后这边遇到三星的雷纹 而且他怒怒了两个号战 超恶心耶 这血条也太多了吧 齁 他的这个 上司狂尻猛尻 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而且他有回血耶 不是 谁要跟你玩游戏 这我们最要打得赢 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三星的雷纹耶 然后这上司还那么猛 咦 他怎么打赢了 一万多的伤害 好像还行喔 勉勉强强的赢了 然后这边再稍微刷一下 嗯 好 这个鲁鲁就是 不愿意 对鲁鲁来了 好 就把他捡起来 鲁鲁有二星的话 我就想要直接 就是把他换一个二星的鲁鲁 然后跟他代替 好 这里竟然被我们遇到了 这鲁鲁鲁 诶 不是 这我们更不可能打得赢啊 一千一二伤害 诶 他十人口 然后又强度那么高 六七 又有龙爪 这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诶 这真的超噁心的 我跟你讲 遇到鲁鲁啊 或是这种持续输出性的角色 完全不可能打得赢 而且他要登神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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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超噁心 诶 阿哥死了 一万二 一万二的伤害 我真的讲了 我没想到 我真的得说 完全没想到会赢喔 我这烂症 你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我要是赢 西风 我要拿那个西风 诶 不是 是不是男人啊 竟然在决胜圈拿西风 你这算什么男人 超噁心的 都不讲武德的 然后这边 想要就是 嗯 其实这个就是卖掉啦 然后这个 死帽的话 基本上就是给我们的提摩而已 因为他有西风嘛 超噁心 超变态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提放他一下 我跟你讲 就是通常决胜圈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騙一下对面 就是我先把 我的主力 或者是说我的其他角色 先摆在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再把他移回来 登登登 最后一秒 就把他移回来 欸你西风吹谁啊 然后有没有 他就是 奈德利摆那个位置 想好像想要吹我们的索拉卡 有没有 哈哈哈哈没吹到吧 呵呵 他就是被我们骗到了 然后这个人 三星的雷纹 这个我们可能打得赢啊 喔 真的是 有点像是 噁心鬼耶 这种持续输出的 真的超难打的 不过还好我们有提摩 哇一个降攻速 非常有感 没想到这个烂症 就这样打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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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